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完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儀醫生 你好 Della 好 大家好 上一輯我們介紹過有一本翻譯書 是江本禹醫師寫的90%藥都不良吃 我已經將簡介和大家分享了 袁醫生,今天可不可以和我們聽眾分享一下 這本書中的內容 大家可以跟著聽完之後再買一本書 還有一些理解 就可以做到一個一輩子都不用靠藥物的健康之道 好嗎? 這位醫師 這本書中寫了很多 如何去做呢? 如何打造一些不需要吃藥的身體呢? 如果有一天,法律突然修改了禁止所有藥物的販售和服用的話 是不可以發生的誇張例子 如果萬一真的發生的話 很多人會很困惑 當然政府會被人罵便會死 萬一百例都會搞得出來 好了 袁醫師說 就算這種情況真的發生 或者不是不好事 跟大家分享過很多數據 這不是天方夜譚 是真的有機會對地球的人健康更好 為什麼有些人會覺得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因為我們發現沒有吃藥物的人拿到健康 其實是遠遠比因此而困擾的人來得多 不吃藥物也是好 我們看到很多藥物和醫生的社會 沒有藥物和醫生的社會之間的比較 生病和嬰兒早生的人會壓倒性的減少 譬如簡單來說 我們說長壽村 全世界有十多個長壽村 日本的Okinawa都占有的 你會發現這些長壽村 通常是比較荒蕪的地方 簡單的地方 可以說是比較落後的地方 落後的程度 基本上是沒有醫療服務的 太過落後的地方 大部分長壽村 基本上是沒有醫療服務的地方 才會長壽的 所以剛才我聽到 如果沒有醫生沒有藥物 其實人們真的會健康很多 這位醫生說 我算是一個小小的醫生 他謙虛 他是一個很出名的醫生 名醫 也是醫學教授 他說在極小時候 我也會開藥 這樣說法 為什麼你還說 藥物和醫生不存在 還比較好呢 很多讀者都覺得很驚訝 他說 上治醫院下治藥制藥公司 接觸了整個醫療界的怨狀之後 我不得不變得悲觀而懷有治藥的想法 譬如1998年12月 全世界醫療界受到莫大的衝擊 這是醫療界非常有名的事件 是說世界醫療最先進的國家為目標的美國 每年竟然有大約10萬人 沒有病沒有痛的人 沒有病沒有痛的人 因為藥物的副作用而死亡 這個無比驚人的事實浮上桌面了 他説自1994年開始 美國大概開了3億筆藥物的儲方 其中有200萬人 因為復作用而住院 而且有10萬人因此而死亡 10萬人這個數字在死亡排列之中 是緊接於心臟病、癌症、腦中風之後 堂堂是湧入了第四名可怕數字 即是排第四 美國國民的第四大死原因 不是疾病也不是意外 只是單純是藥物的副作用 以一個先進醫療為傲的美國 怎麽會有這些不合理的事情 例如一陣子的建議在醫療界 偏向一個漩渦 好像不知為何 原來平息到今日 這種事就沒有人再提及 始終這些可能是藥廠出的手法 我們過去也和大家說過一些事實 當世界各地每次出現醫生罷工 醫生罷工的結果通常是怎樣 人死少些 人死少些 好像七幾年代 我都不太清楚 好像七六年左右 在羅省醫生罷工 因為抗議醫療保險費太貴 竟然在罷工期間 死亡率跌至17% 另外在加拿大 在鄰近的國家 也在Saskatchewan 也是醫生罷工 另外一個地方 是南美洲 哥倫比亞 布古塔 也出現過醫生罷工 時間比較長 因為時間長了 所以減低死亡率也有35% 33% 最長的醫生罷工 發生在以色列 好像百多天 很長的醫生罷工 在罷工期間 當地以色列的殯儀館的生意額 那些老闆 反而 为什麽我们的生意少了一半 死亡率也减了一半 所以这个资料 是导致另外一位 美国很出名的 儿科教授 Robert Mendelsohn 寫了很多书 其中是《Confessions of a Medical Heritage》 医学叛徒的自述 他曾经说 如果地球上所有的医生在地球上消失之后 地球的人类是会立刻健康起来的 所以这些资料大家可以了解到 如果我们有法律改了禁止所有有物理的范围 这种不是或一定是坏事 好了 还有他说 大幅提高健康长寿几率的方法是怎样 他说到底 所谓服食药物是一回事 因为药物已经滲透在人类的生活之中 很多人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身体经常会出现化学的反应 用药物是为了产生某些化学的改变 方向 好了 改变化学反应的流向 比如说 停止了某些身体上的化学的反应 就是反过来 就会促进某些化学的反应 他说 比如说 用河村来做打比例 如果在河流移动的河流里面 突然某个地方被阻断了 或者流向被改变 当然 阻断了或者改变的流向 应该有某些目的 所以大家会先辜负期待 踏到目的 而可能发生的 不是只有一如其代的效果 那么简单 好了 我们改变河村的流向 会让河村的上流和下流 都为之而变了变化 而且改变不只是河村的流向 据例来说 这个河流的生态 经常会随之出现巨幅的变化 其实人类的身体也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 你只吃一种药物 光是吃到 为了得到唯一的效果 其实全身上下都可能出现不自然的变形 所以不要以为你吃药得到某个效果 其实整个身体也是因此而改变的 所以你说这是很危险的事 为了不会因为药物护作用而致死 各位读者应该先做 就是把你心目中的迷思 药物是等于安全的好东西 医生开放、药厂看着、科学证实等等 药物等于安全的好东西 改变为药物是等于危险的坏东西 这是第一 他说 他仅仅改变这件事 就应该让各位读者的健康长寿的基率大幅提高 他说 让我一斤健康地说 药物就是毒物 药物和毒物不是反义词 而是同义词 等同药物 等于毒物 他说 我们医生会开药 但不是代表我们全面肯定药物 所以他好听一点 开药就是以毒攻毒 这些非常危险的走降 即是降索的行为 这个可以说是不得已的处方 不过话虽如此 要说药物就是毒物 不仅太直接 连这些说法我自己都觉得害怕 因为让大家对毒物具有好东西 这个印象传逸 我只是为了改变大家这方面的错误观点 所以我简单来说 药物就等于毒物 不过过去或者现在 我都未听过长寿的秘诀就是药物 从来都没有 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些老年人 真正长寿的人们里面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服用大量药物的人 为了不要让大家误解 我把这个话放在前头 那些人不会因为身体很强壮才会长寿 是因为他们只在必要的时候 才会用最低量药物 所以他不是完全反对 最重要的是尽量少用的 他说反对来说 应然早生的人都不是全是因为身体虚弱才会应然早生 甚至很多过度服用无效的药物 即是毒药才导致本身应该活得更久的人提早死亡 今时今日我已经看过很多例子 很多年轻的人突然之间出生 这些发生越来越多 好了 认识灵丹之药和毒药之药的分别 他说 虽然他说这本书开始不断批评药物 但我是没有恶意的 我对药厂制药公司是没有什么仇恨的 不过不知道 因为我的道意感强烈的 说是人品高极 几乎所有医生都不想把恶劣的事实直接说出来 很少医生会肯说 这个媒体也因为立场关系 不得不尊重赞助商 因为广告费都是入厂出的很多 所以他也不愿意说出真相 广告是因为很多 我也知道制药公司是巨大的赞助商团体 有很多项目医疗的全体 背后有很多药物是大量的制造商 他说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 有时候需要陈述事实的代言人 在这本书里面我会被这个角色 不过我首先先说明 只要有极少数善良医生 会在治疗患者时尽量不用用药 是很少很少的 因为问题是这样 很多病人都说 因为他一般的心态习惯 都是有病就用药 如果医生不用药 他们觉得医生做得不对 他们就会找其他医生 很多医生都是 不是我必须要用药 因为如果我不给这个病人用药 他就会找其他医生用药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在这些独立的独行医生 他很不了解药物是双面刀 所以只要是情非得意的时候 才可以用最低量的药物 因为这是双面刀 他也要观察药物之后的效果 过程之后 细致地增减药量 当然适当的时候 来临时 他们也绝对不会忘记 立刻让患者停药 这才是医生应有的态度 但今时今日大家的经验 医生基本上 医生只要你一生一世 通常见到停药 通常见到停药 通常见到你不要停药 其实每个人身体的差距很大 无论是有点赢的名医也好 都没有办法 100%可以预测到药物的效果和副作用 也没有办法预测药物引起的作用 开药对医生来说 其实是一种赌博 医院里的初诊病历里面 一定会问 有没有对某些药物有过敏 确实是因为 如果过去引起过敏的药物 是会再引起过敏的可能性很高 所以这个问题是相当重要的 相反地 如果我再次吃一些以前没有问题的药物是否安全 这就未必一定是 之前吃的药物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吃的药物是没有效 这是很多的 因此可以这么说 开药和赌博是很相似的 你不知道的 有没有效果都不知道 上次不是代表今次有效的 上次没有字不是代表今次 今次是没有事的 再重复一次 药物其实是毒物 要善用的 懂得使用的专家 医生或者药剂指控之下 这些危险的东西 才能够成功发挥真正效果的好东西 即是话说 药物要变成好东西的时候 其实是很有限的 但部分时间都是一般的 他给一个例子 譬如说雷固醇 社会上这种药物严重被视为坏东西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但是雷固醇可以在必要时刻 能够救命的 救人一命的少数药物 肢气管的酵喘病 平时几乎没有什么症状 所以大家都不会认为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病 但这种病一旦发作 可以出现严重的发炎反应 导致肢气管封闭 几乎完全没有办法呼吸 如果是不理它 是会死亡的 另外他说 蕎蜜的过敏也是非常危险 对蕎蜜过敏的人 如果不小心吃蕎蜜 全身的气管会突然扩张 导致血管下降 进入休克的状态 大部分患者甚至乎 连意识都没有了 如果你不理它 有机会连命都没有了 这两个案例发生的时候 救护车能不能够 及时赶到 为病者注射的蕎蜜 就成为左右生死的关键 如果没有蕎蜜这种药物 无论有多好处的名医 都救不了 当然他说过西医 和尿法有其他工具 我们经常和大家 如果家里具备一些抗敏的工具 可以救大家一命 当然雷固醇在西洋 是能够迅速铁纸发炎反应的妙弱 因为雷固醇而救活一条命的人数 应该非常壮观 但日本一般认为有这么厉害的药物 但实际上日本 只是因为支气管 气喘发作而牺牲的人数 仍然大约有6000人之多 这是凌鸽于交通以外死亡人数的数字 可以这么说 如果你能够妥善处理 这些人应该都能够救得到 但问题就是很多这些烤喘药 药的副作用是相反的 令到你的血管是更加收集的 所以很多药是真的很难预测 它的效果是否真的及时能够发挥得到 有时候反而是反效果 因为这些紧急用的气管 气喘药反而弱的副作用 令到你的血管更加收缩 所以在日本本年有6000多人死在这些孝喘 其实很多人对于药物的误解 太依赖性而造成了药物产生的不良副作用 而令到很多人白白地牺牲了性命 所以刚本御医师利用了自己的临床 也看到的经验之下写了这本书 希望大家收听了我们的节目的时候 也去买了这本书看了之后 了解了就可以真真正正 让我们踏入健康之道的道路上 而可以活出健康快乐的人生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请订阅医生预约回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刚才我们提及的这本书籍 或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我们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在网上的回诊 可以email到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谢谢大家收听 拜拜 谢谢大家